卖资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课呢我们主要是学习一下 在这个UFT当中 如何实现这个参数化 如何实现参数化 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以一个案例来讲解 那这里呢我用的是UFT 自带的这个飞机订票系统 比方说这个界面大家看到 如果说你来做测试 你会写几条用例 那我们这里面用这个 记事文给他写 如果说我写最简单的 几条三条吧 按照页有流程来走的话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 不输入任何数据 点击什么按钮 OK对不对 你的目标是什么 看提示信息 能不能等到 或者说看提示信息 是正确的 第二步是什么 输入座后密码 不输入密码 点击 OK 那其他记者是什么 系统应该提示信息密码 是不是 那么第三步是输入用途 即密码 对不对 点击什么 OK 那这个是其他记者是什么 系统成功登录 假如说我们去出最简单的三条 是10 那么在我们的UFT当中 该怎么去实现 这几条数据呢 好 那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UFT启动 继续 然后呢 我们选 注意了 CS结构 你就不要把web勾上了 没必要 选ActiveX和什么 VCBasic 新建一个脚本 然后呢 名字随便写 所以主要是给大家做演示 然后的话呢 我们录制一下这个角度 录制一下 那把这个就关掉了 添加 确定 确定 好 大家看 MECRY 然后呢 你注意 可以点下 确定 让你输密码 你就是 你手动的构造 一个异常 不会一些 想要的一些东西 停止 好 被生成的代码就在这了 那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构造成一个 这么 我把刚才那两个多余的代码 删掉了 这样的话呢 再把这个set secure 把它改成一个平稳的显示 好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测试代码 那现在大家看这两个是什么量啊 这叫敞量是不是 这是敞量 在我们 UFD当中 它提供了一种图形操作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参数化 也就是把这个敞量变成一个什么样 变了量 那这次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什么样 到这个专家试图下面 到这个关键试图下面 大家看一下 点这个按钮 到关键试图下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什么样 用户名 密码 好 那我现在要把用户名和密码 长量 改为变量 大家看一下 选中它的时候 界面后面出现一个 对括号 中间加一个紧号的 点一下它 哎 长量是marklet 我现在把它改成变量 那么这里面就选参数 使用什么样 dead table的操作 它有三种 一种是dead table 一种是environment random number 我这里面使用的是数据表的方法 点数据表 然后这个名称呢 你肯定是起一个什么样 有意义的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就起 Agin的什么样 Name 然后呢 不要用全局表 全局表它会自己多次循环迭代 那这里面我们就用本地 当线表 axie 对不对 那Agin的Name 好 确定 你看到没有 那么同样的marklet 就下面的password 我们也把它改掉了 名字叫password 好 是要当本地表 大家看到没有 用户名和密码器 就被我们进行参数化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段 还回到我们的什么 专家视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户名密码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讲说 我刚才这个要说的 我把它改掉 用户名输入 密码我不输 密码我不输入 那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看到能不能运行 那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啊 输入用户名 marklet 密码它也是输入的 但是只都是空置 然后呢 点了一下OK按钮 现在出现一个提示 它没有办法往下走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什么 对它进行了一个什么 参数化 进行了一个参数化 那么呢 在我们这个UFD当中 参数化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一共其实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什么 通过DeadTable做参数化 还有一种是什么 通过环境变量 还有一种 最后一种就是通过什么 十一技术 那么用到最多的 其实是用DeadTable的方法 环境变量这种方法 用的不是特别多 一般在触始化脚本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那么DeadTable 用的就更少 用的就更少 大家需要找到的 就是利用这个 图形化的操作 实现参数化 还有一种 你既然能用图形化操作方法 直接实现 那我个人建议 你还不如直接变成实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这段代码 就是对应着 在我们的数据表里面 怎么办 进行参数化提款 那么后面大家看一下 DeadTable表示是一个数据表 AgentName表示是列明 然后这个地方 DT Local Sheet 这个地方是 DeadTable的本地工程表 它也可以使用什么 替换 它要用它的什么 Action名称来替换 Action1来替换 在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 要学会 当然 可以使用图形的操作方法 也可以使用图形的操作方法 编写这个代码 这节课 给大家去介绍的这块 这个知识点 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咱们下节课 就会学一个 比较复杂的了 DeadTable的一些基本操作 DeadTable的一些基本操作 OK 咱们这个就讲到这边